两个女孩被当作祭品 被村民用铁链撕撕锁在地上 一分钟后 他们将像这头老黄牛一样 被惨无人道地抛入黄河中 村民问雪儿还有何一言 来世 做猪 做狗 也不再做女人 随着一旁父亲的点头 壮汉高举的大锤重重落下 危急关头 雪儿的哥哥带人冲上祭台 救下妹妹后拉起她就跑 本以为能爵处风生 可就在他们穿过吊桥时 却遭到村民的前后夹击 即便如此 雪儿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她挥刀砍断吊桥 桥上所有人跟着一起 落入滚滚江水之中 或许命不该绝 和神并没有收走雪儿的命 她被冲到了雅鲁藏部江岸边 不知昏迷了多久 后被藏阿婆发现 于是叫来格桑将她背回部落 重获新生 雪儿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 她很快便融入了这个新家庭 不仅阿婆非常疼爱她 格桑还会时不时教她骑马打猎